最近有段片在YouTube熱爆 相傳者聲稱是在深圳灣入境大堂拍攝 片中一名懷疑沒有帶通行證的內地女子 用普通話大喊 只是不滿未能成功通過醫道 一名穿著制服 懷疑是入境處職員的男子上前了解事件 怎知雙方爆發罵戰 一起去看看 入境處回應我們查詢時表示 由於資料有限會再了解事件 大部份網民都表示支持那位疑似入境處人員 又說那位內地女子野蠻兼無理